大家好,我是旭哥,我卡安,歡迎收看旭哥手遊攻略 那這是列國遠征 好,旭哥今天來講這遊戲 官方認證T10最強的神角陣容 我們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的歷史的大人物 那最強的神角陣容要怎麼去挑選,要怎麼去抽呢? 要怎麼選呢?旭哥會在這個攻略分享給他 還有這遊戲一些玩法介紹 里巴馬的兌換教學,里巴馬福利要怎麼去領取 最爽的福利,最爽的攻略 都在這一集,一起分享給大家 好,還沒訂閱頻道呢,記得訂閱頻道,隨時觀看旭哥手遊攻略 頻道各種最新的手遊攻略 還有里巴馬,禮品馬,對話馬,遊戲的虛寶訊號,獨家最新 好,那我們進入遊戲啦 前面是這個溫泉關斯巴達三百壯士 大家有看過嗎? This is 巴達,這個有沒有 看過那個電影就知道 溫泉關輾過去 兩邊正在基站中 好,烈奧尼達,有沒有,斯巴達來了 GOGOGO 而且很有名的這個 著名的劇情啊 這部電影還不錯看 劇哥還有這個DVD 有很多那個澀澀的場景啊 好,輕鬆 好,來 就是那種戰棋類的玩法 好,那我們開局呢,可以選擇國家 可以選在像是北進啊 然後草原 東方 東方是槍兵的傷害比較高 然後這個南方 是祭兵 輸出加3% 那沙漠是英雄 傷害 加5% 還有這個西方這樣 好,來蓋房子囉 攻戰 這是那種SLG戰棋類的玩法 好,那修哥來分享這遊戲最新最全 最多豬的 禮巴馬 兌換教學 好,那修哥來分享這遊戲最新最全 最多豬的 禮巴馬 兌換教學 學攻略了 那我們首先點畫面的 右下方 右下方點進來之後呢 會有一個系統 先用點進來呢 在畫面這邊就可以 就是找到 在畫面右下角一個禮巴馬 點進來在這邊就可以輸入禮巴馬 那目前呢 大家可以到官方Facebook去找這個序號 這個列國遠征的序號這樣 他有時候會有不定期會更新 因為他這個是一個賽季 一個賽季 然後所以會有一些現實的福利在這個 FB他們會推出 就是點這個系統設定 然後點這個禮巴馬 然後去這個官方的FB去找各種的 最新的他們釋出來的資訊這樣 他們每個賽季會推出不同的福利啊 不同的序號 好,就是這個最新的福利分享給大家 好,那修哥接下來來講這個官方認證啊 T0最強的神角的陣容 那我們看一下這遊戲 他遊戲有很多數值 包含這個領導力啊 然後這個是武力嘛 然後這個防禦啊 這些素質 姿勢這些 那可以看得到這個領導力呢 基本上越高的角色呢 基本上就是越強勢的角色 然後這邊還有技能組 這邊可以看到 好,那我們看一下 像是輸出的話呢 像是阿提拉 鐵木真啊 薩拉丁啊 然後大西匹啊 這些素物台這些都是最優秀的神角 儲出 那尤其是阿提拉 鐵木真和薩拉丁嘛 這些角色都是 地上很有名的征服者 或是很有名的將領 阿提拉鐵木真 阿提拉是匈奴的那個 就是很有名的 有沒有 匈奴很有名的領導人嘛 那鐵木真、陳吉思汗 大家應該都會知道嘛 他們的輸出能力就特別強 這邊看領導力可以看得出來 他認證是最強勢 那像理查儀式也非常強勢 不過序哥覺得比較有趣 他把理查儀式的 防禦力設定的比較高 那亞歷三大也是 在防禦力設定這邊比較高 97 凱薩是98 這邊 他們各有各的優缺點 就是他們不同的性質 那姿勢的話呢 像是孫武 就是特別高 這個也是好用的 最強用的神角這樣 鐵木真 鐵木真是速度特別快 因為蒙古祭兵嘛 那烏大圍 烏大圍則是在這個 建設這些方面是特別強勢的 烏大圍 好 最後呢 這個 那福弟弟 那福弟弟 長得好像埃及艷厚 好香啊 這個位置 看一下 古埃及的傳奇女王長得很性感 他的愛心又特別高 他的魅力特別高 魅力值是說裡面最高的 這裡面的神角都是官方認證最強勢 他這個會有排行 我們優先的把這個領導力這邊可以來看這些角色 然後S級的話是他的兵種屬性 像是 理查遺事啊 亞歷山大 凱撒他們在這個祭兵這方面就特別強這樣 然後其他像是這個 頓兵的話呢 則是我們看一下理查遺事 還算不錯 公兵的話 公兵的話鐵木針S級 然後基魯士二四S級 這兩個也是最強的 因為我們還要看一下領導力 反正各個方面我們可以在這邊 就是做排序 然後看到 然後我們會優先選領導力比較高的 像是拉格納 居魯士二四S級 這些都是領導力比較高的 最後一個是那個 投石機 投石機鐵木針也蠻高 很會攻城啊 拉格納和鐵木針 所以基本上鐵木針是蠻優秀 各方面都很強勢 成吉斯安 就是世界的征服者 很有名 領導力特別高 然後像是攻擊啊 防禦啊 政治 智力 魅力都是非常優秀 尤其是在攻擊和速度方面 點進來就可以看到他完整的數值 領導力 像烏大尾的話就是政治特別高 這個建設方面特別強勢 魅力 好那這個就是官方認證最強的神角 我們以領導力做優先的篩選 接下來再去看各個數值 看你需要什麼樣屬性的角色 好那旭哥就推薦 領導力7的角色基本上都是蠻優秀的 像是銀鎮啊 像是資田信長啊 銀鎮就青史皇嘛 好像玉久有久 因為剛才萬里長城嘛 智力很高 然後 資田信長 也是很有名 日本戰國時期的一代名將 怎麼沒有看到曹操劉備那些 好 這個就是這個遊戲官方認證T0最強的神角的陣容 大家可以以這些角色為優先領導力高 然後再去看他需要什麼樣的數值 去做搭配這樣 看你的兵種啊 那兵種這邊也可以自己去做選擇 你可以選擇像你想要什麼樣的去做排序 以這些為主這樣 比才是看起來真的也還不錯 也是很有名的一代名將 英國的名將 英國的一個國王嘛 師星王 就是那個很會打仗 十字軍東征的時候 好 那這個最新的手遊攻略分享給大家 這個官方認證 T0最強生 這遊戲呢 以辦法兌換教學 還有這遊戲一些玩法介紹 好那大家記得訂閱序哥頻道 看序哥手遊攻略 我們下一集攻略見了